高铁那么多辆车 为啥晚上几乎不开呢 普通火车有不少夜班车 但高铁的车次却几乎没有半夜发车的 这里有什么秘密呢 因为晚上是高铁的检修时间 高铁速度快磨损多 万一出了故障后果也更严重 所以检修就非常勤 有些朋友或许还对一年的高铁事故有印象 正是在那次惨剧之后 高铁格外注意检修 所以至今已经12年没有再出过事故 白天高铁忙碌过后 到了晚上就该检修过人忙活了 从夜里8点到凌晨5-6点 他们每天要走超过5万步 一一检查高铁车身的问题 为什么普通火车不需要没完检修呢 它的速度慢 无论是铁路还是车轮 磨损都比较小 所以检修的间隔可以稍微长一点 不过细致的检修也必不可少 如果你在火车站附近观察 会发现有拎着仪器的工人在检修铁路 不过近几年 每到春运加开了列车之后 依然是一票难求 很多铁路局就加开了高铁列车 其中就包括许多的夜店列车 那这些列车又该怎么检修呢 这就只能让检修工人们加班加点了 他们这时比平时更忙 高铁运行稍微有间隙 他们就该上岗了 高铁每天晚上都要检修 到底有什么可检的 大晚上检查能看清吗 到了晚上 列车会先停进检修库里 这里有四层路高 里面灯火通明 而且有围墙有屋顶 遇上雨雪天气也不耽误检修 每天的高铁检修 要检查大概500多个关键点 车厢里面的广播 座椅 车身上的各种零件 螺丝都要逐一检查 就拿这种诈骗来说 它是高铁的刹车装置 每天都要承受高强度的磨损 要是它太薄了 高铁就刹不住车停不下来 所以每天都要用钢尺测量厚度 一旦损耗太多就及时更换 每天检修500处观念点 光走路就要走三五万步 还长期上夜班 这个工作还真是辛苦 不过咱们已经为了检测机器人 他的高清检测摄像头 能随时发现问题 报告给工人 检修一辆八节的列车 只需要45分钟 如果是传统人工呢 需要四个人 同时工作三个多小时 才能检修完 有了这个小机器人 检修工人的工作就轻松多了 现在用上小机器人的高铁站还不多 而且也离不开工人的指挥 不过 高铁自动驾驶已经实现了 全自动检修应该也不远了 那你觉得机器人检修 跟人工检修比起来 哪个更让人放心呢 你知道每天第一班高铁 要空跑一辆车吗 这是什么奇怪的仪式感 即使乘客再多 每天第一班高铁也绝对不会载客 每天都是空车跑 有了它 咱们才能放心安全的坐高铁 它被高铁人叫做黄医生 正式名字是动态检测列车 是专门检查铁路上的问题的 黄医生每天从起点出发 路上随时给电脑传输运行数据 到终点之后 会停车十分钟在原路返回 他的车身装了各种各样的摄像头传感器 一次运行就能同时检测轨道 通信 接触网 调度等等设施和系统 每天他跑完确认高铁限度安全 正式运营的列车才能开走 如果前一天晚上 检修工人有一点点马虎 都逃不过黄医生的眼睛 在新的高铁路线建成的时候 也要接受黄医生的检测 通过考核之后才能投入使用 地铁也有类似的黄医生 跟高铁黄医生不一样的是 他除了检测 还要承担清洗工作 地铁黄医生随身拉着水罐车 车头的两侧和底部 密布着上百个高压喷头 一边行驶检测 一边就能把隧道倒床 冲洗得干干净净 高铁和地铁能安全平稳地运行 少不了勤劳的黄医生一份功劳 让我们一起谢谢黄医生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